大家注意哈 我这有一个三体问题 看到吗 我这两个就和虫子一样 因为我们可能都是虫子对吧 这个三体问题怎么回事呢 首先看到哈 DAS DAS DAS在德语里头应该就是this的意思 这个 这个 这还有什么呢 一二三三个这样的一个几何形状 几何形体 所以三体 this 三体 这次就是三体 鬼扯一番 大家好 今天学长跟大家聊一聊 奈飞Netflix 改编自刘慈欣小说三体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剧集 我知道这个事也是因为我们的观众 然后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弟兄们 说你看了这个了吗 聊聊这个呗 我说好吧 那我就看看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当然也不是闲着 人家说找了一些边角料的时间 开车的时候听着 然后洗澡的时候听着 睡觉前拿着手机看一看 然后有时候真的是 觉得还挺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一个吐槽了 但是我吐槽 我首先得表明几个免责声明 第一个我没有看过这个小说 我也没有看过另外的电视剧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哪家公司拍的 可能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都没看过 我对三体一无所知 我只是知道这是一个物理的一个难题 我知道这个物理 因为我许让本科的时候也是学的是理科 学过高等物理的 但是我对这个故事一无所知 所以我只是看了奈飞的这样的一个剧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蛮独特的视角 可能像我这样的视角并不多 所以我吐槽是因为这个剧本身 让我觉得非常的差 第一季八集我真的是快速看了 很多时候我确实是十秒十秒跳着看的 等一下我再说说为什么 看完之后我就在想 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差这个东西 我感觉 我就想说有几种可能性 要么就是说这个剧本身都改编的很差 对吧 或者是这个剧本身丧失了原著的精华 那就是剧差 或者是说也许它改编的很好 是原著差吗 这个不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为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性我感觉不大 那或者就是说原著也很差 是改编也很差 那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大概率 大家也可以在你们看过 甚至有过比较的话 欢迎大家在弹幕啊 什么留言区啊 给我一些教育 那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旭亮 希望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 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 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 我希望我的分享对你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 那今天今天既然聊的是这么一个很快餐的一个文化产品啊 我甚至我拿了一个快餐饮料来作为我万一说打嗝啊 或者渴的时候啊 作为我的伴侣 好跟大家直接进入 这是这个奈飞的这个一个界面啊 这就是三体的这样的一个演员表 然后你看这名字叫什么呀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three body problem cast and characters 用中文怎么说呢 这是三体问题 演员和角色的一个完全指引 好吧 这像是写的什么呀 Enter 那我们就进入这写的什么科学家 侦探和人类 我现在我为什么要有时候这样说话 因为我有时候再看一下 我说youtube上或者其他地方 有什么其他的关于这个东西的评价呢 我一般就是说搜索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我看一下我看这些都是好多好多的subscriber 订阅户都是几十万的 但是我确实觉得那个流量是假的 我确实觉得那个订阅者是假的 我确实不觉得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他们底下一个看起来都几十万的粉的一个号 结果每一个视频平均点点阅看的也就几千个view 这太可笑了吧 同比如果我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就不应该是那么少人看吧 然后你再点进去看 也是经常是几百个赞 但是留言三个 然后那些三个经常还都是 就是那种你一看这个人已经在这个频道里点了无数次 每次都是一个大拇指 我觉得这个时代 这是我想一直想去痛吵的另外一个时代的现象 就是说在流量经济之下 人们造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使得网上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呈现这样的一个低质量的 但是大家还觉得说是因为市场需要没有啊这个市场本身不需要 你们本身不需要这样的垃圾产品 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些摊财的这些说谎的这些操作者 他们让你们觉得或者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幻觉觉得这个时代就是短视频的东西 是一个眉头眉尾就是掐出来一个让你觉得感官上有那么略略一个刺激 脑中产生那么几几秒钟多巴胺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说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 哎呀我真是真是想好像爆爆粗口啊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然后我们就进入吧看看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吗 哎哎进入进入赶快我看看还挺酷的哈 loading ok 这就是这个他们做的很很fancy啊 三体问题cost and character guide ok看看这个信息 首先这个我根本就是觉得第一集的时候呢 我看前两集好像都是一个华人的导演去指导的哈 然后我还是看一下哎呦这人我还看过他以前的一部电影啊少年的你 我确实觉得那电影还不错啊 我在豆瓣上给出四分评价呢 我觉得里头他还是有很多想法是挺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然后那个问题也确实存在挺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ok说到这也呼吁大家再去豆瓣去找我同名去小红书找我同名 小红书有人邀请我去那边开个视频好但是我也不是特别乐观哈 我觉得他们那个流量奖励也是这个时代的恶的之一部分 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用 但是呢既然是这样我知道我想输出东西不是那个我做讨厌东西 否则我就不输出了我也不是因为这个为了赚钱做这个事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呀稀释一下这个这个这些谎言也不错啊 还是我做这个视频的一直以来的一个初衷 我们要往真理我不要往真理里头掺沙子 我不想看见这些人往真理里头掺沙子 但是我呢可以往真沙子里头掺真理 那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一贴至少我们心里头认为的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面 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还尚存的一丝的善 我们还能够继续在同一个层面去探讨的我们共同认为的美 对吧这事是挺重要的 所以大家去小红书豆瓣去也去关注一下 我觉得怎么吐槽这事呢我们就从角色开始吧 首先从这个大魔头叶文杰开始 这当然说我不喜欢这个剧的原因 不是因为所谓的这个剧辱华 其实我恰恰觉得说他们谈到那些东西都是很表面化的东西 他们对文革的想象可能他们就是挠破头皮 他也想象不到那个本来应该可能或者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 你很难说他是一个恶毒的想象 他只是说他想象力可能不是很够 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能够有幸被这样的全球的 可以抵达这么多观众的一个平台去注意 去注意本身我都觉得是一个好事 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辱华 就和说如果我的视频被别人吐槽 我吐槽比如说poor things 然后被别人吐槽 我始终觉得是一个好事 因为其实建立了一个 跟这些和我们观念很不一样的人去对话的一个机会 我吐槽的事情还多着呢 对吧什么妈的多重宇宙了 周楚除三害了 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本身就有一点点周楚楚三害的意思 这感觉是一个更复杂版的一个 但是在某种精神上和周楚楚三害很像 这个奈飞版的三体 你像叶文杰本身就相当于周楚楚三害里头 那个阮晶天演的这个角色了嘛 对不对 他最后也要把自己要除掉 那他觉得这东西真fancy了 OK叶文杰有两个人也演了 年轻时候受尽痛苦 然后培养了自己的仇恨的精神 他是一个非常mean spirit的一个人 当然你跟他的身世是离不开的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父亲被红小兵打死 然后吃了很多的苦 然后本来身怀绝学 然后就觉得说毫无希望 然后长大之后就成为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邪教教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带领 是一个以科学为名的一种邪教的领头人 而且你也不觉得他很有领导力 但是这就是这个剧的问题 就是这个演员本身 我确实是觉得他看起来很愁苦 对吧 这是我们都能感觉到 但是你说你还既然有这样的一个 觉得非常真善美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就是说三体人 knows better 比我们更知道应该怎么去好好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文明已经堕落到没有办法自救的程度 我要等待的这些所谓的上主 up主 这个是另外一个梗 等待三体人去拯救 当然这个想法本身是非常傻的 就是说已经愚蠢到很愚蠢的程度了 我确实是觉得你说 我不是说原著小说这么写是错的 如果原著小说是这么写的 我只是说这个角色的想法是非常愚昧的 对吧 这个愚昧很可能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就是说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理工的人 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科学至上知识至上 然后知识就是力量的这样的一派人了 有肯定是有的 知识就是力量就是power 他们想要就是power 然后你对自己的文明的这种失望 你就从来不想一想 就是说你也是贡献了这个文明的一部分 你还在继续贡献了这样的一个 在文明所谓你的civilization里头 然后你在贡献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也还是没有爱的生活 对吧 他对他这个叶文杰 对他的这个女儿vera year 在奈飞版里头 他这个在奈飞版里头 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的那个女儿 这是这里头没有吗 居然就就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也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人 然后带领了这个牛津五子 然后做各种粒子实验的人 然后就因为绝望 突然之间可能是三体人影响的 整个的这种粒子对撞实验室 所有的已经存在的物理定律全都不work了 然后就绝望了 是当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一个这样的一个叶文杰这样的一个非常没有爱的一个人 然后培养出来这样的一个只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就能够定义我所有的人生的价值 所以当我自己所所追求这个事业没有的时候我就无疾而终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只能死 其实在生活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 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让他绝望 而是说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爱 也不知道什么是爱 自己也没有能力去爱 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说始终是说我说爱和牺牲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就是这个电影电视剧在至少在这个改编的里头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爱 那不知道什么是爱呢 其实作为一个电视剧或者文艺作品本身就已经是很失败了 他不是说没有涉及到人物关系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一个一个看看这些关系是多么的浅薄 这些关系是如此的令人难以信服 以至于这个剧真的是胃如胶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毫无意义 我真的觉得是十秒十秒的快进 我知道这个事情 他就是想给你解释个剧情 当然我同时也理解 另一个免责声明 就是说所有的所谓科幻题材的东西 它本身就不是以角色来驱动的 对吧 我也想这也是说 为什么很多科幻的东西其实挺难改编的 你想想看 就是说如果他只是想给你一些fantasy 这个fantasy而且是关于客观世界的 跟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冰冷的 或者是说它的客观存在 其实跟你主观没有太多的情感没有关系的话 你无非就是发现已经存在的这些定律而已 你以为科学是什么呢 科学也不是说你自己能够创造一个定律 你也不是说你能创造一个地心引力 你万有引力是你创造的吗 不是 科学只是说把已经存在的规律 去给你去慢慢通过自己的实验观测 数学和抽象逻辑等等的这些工具去发现它 然后用我们创造的一种其实挺低级的语言 无论说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话还是说数学的公式 那本身都是语言对吧 化学表达式 数学表达式 这都是用我们其实一个非常粗陋的一个语言去把它重新展示出来 而且已经是一个过简化的世界了 对不对 我们所能够用所有我们已经有的这些工具所描绘的这种东西 都是一个reduce the world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哲学里头听到一种 就是说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词 叫reductionist 就你怎么能够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简化成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是真的 对吧 不是真的 所以叶文杰的毕生追求 就是说首先自己因为受到了伤害之后 就是说我要要求一个和我其实差不多存在的 他们也面临的说要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 然后面临着自己文明可能总是在毁灭 面临着自己的痛苦还解决不了的地方 从自己的家园离开 想办法寻求一个新的一个地方 然后通过自己的科学技术 只是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是得到帮助 还是说侵略另外一个地方 和人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他的思维和我们基本上还在一个次元里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对不对 就还是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内的事情 你怎么会去崇拜这样的一个存在 它并不比你高明多少 或者即使它比你高明很多 但是你们仍然是在同样的维度里头说话的一个东西 是也许我相信也许在第二季第三季 也许原著作者可能有一个更高存在的一个次元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次元 但是他的企图心你居然能够有所了解的时候 然后他的动机你仍然知道说有可能有坏有好的时候 我是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世界的终极的真相 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这个Lord 你像在这个影片里头 这个另外这是他的情侣 我相信原来原著我不知道是怎么写的 叶文杰等于说在年轻的时候 在陕西的大山里头 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当时其实富家子 然后跑到中国去什么为了保护西北的某种 来点来点廉价饮料先 为了保护这个某种鸟类 听起来非常高尚的这种自然主义者 其实也是我估计人生过的一塌糊涂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 我真的是觉得因为说 Don't you have better things to do 就是说你他和叶文杰为什么能一拍即合呢 肯定都是对这个世界抱有极度的怨恨 然后同时认为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就是不愿意接受世界的真相 也不愿意自己去真正的做点 其实是需要你牺牲的东西 其实你一个人跑到山里头去做一个事情 比这个留在这样的一个闹事群里头 去做你觉得可以影响别人的事情 要容易太多了 是中国人都说嘛 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事嘛 对不对 你跑掉算什么本事啊 对不对 你应该你去知道这个地方不好 你还是可以 既带着一个抽离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 但是同时你又要去engage这个世界 你这个世界毕竟是你 你为什么要engage这个世界 因为有爱 没有爱的话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改变别人的对不对 甚至不是改变别人 你认为你竟然是在帮助别人 你为什么要离开离开人去帮助一个鸟呢 鸟是你造的吗 鸟是你家的吗 鸟和其他人的生活有特别大的关系 以至于你帮助了这个鸟就帮助了其他那些鸟人了吗 没有啊 这是一种basically就是一种逃避 然后这两个人当然说人家就凑在一起 然后很多年以后 中年叶文杰又碰到了中年Mike Evans 然后他们居然创造了一种新的运动 这个运动 OK 他两个就是 他应该就是vera year的父母吧 我记得在影集里头 所以这两个人还是家属于一家人 然后一家人呢 常年也不见面 对吧 然后叶文杰呢 就生活在可能是伦敦还是在哪儿 然后麦克伊文斯呢 就搞了一个什么 oil tanker 一个载油的船 改装了一个带的一个大卫星 不是就是那种 这叫什么放射的这种东西 然后去去公海上去继续寻找他那个三体人的这种信号 对吧 然后他们两个你说你们创造的这个运动呢 然后想办法还要瞒住自己的女儿 结果还没瞒住 你说多失败吧 就是说你真的认为自己做的这个事情特别崇高的话 你为什么要瞒着你女儿呢 然后你们最后把害死你女儿 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痛苦 就是说表现出一种对此案的这种极度的冷漠 那问题彼岸在400年之后 三体人才能到达你身边的话 你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你是觉得说你能够活到那个时候 然后以至于能够被你们的三体上主去运用一把 或者甚至成为他们 还是说你只是对那个知识本身抱有一个巨大的崇拜 以至于那个知识本身就成为你的偶像呢 人追求知识是一个非常非常noble的事情 我们天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我们对这个客观世界有巨大的热情 你看看从孩子眼中就可以看到 他们真诚的被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吸引 但是呢在我们基督徒看起来 就是说神造万物各样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恒放在人的心中 而神的作为从始至终人无法参透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科学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探究这些事情的规律 首先是因为这些世界的这些创造物本身 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它既然是有规律可循 这个规律本身后面就是有一个设计者 我们明明确确的知道这个设计者是有高度智能的 就是说这个怎么能够这么精确的一个世界 怎么能够就是说刚刚好我们有这样的 可以发现的一个不变的规律 Gravity 这个东西是怎么设计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用心去设计的 所谓的它有一个定律 就有一个给予这个定律的人 而不是说发现定律的人 对不对 创造这个定律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所定义的上帝的观念 就是说是上帝law 这个路里的physics law of physics 就是物理的定律 它是个law 然后就后面就会有一个law giver 是一个给予这样的一个定律的人 就好像说我们心里头有一个道德律 我们这个moral laws 甚至说在我们社会里头 我们有法律 对不对 这个law在美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 它就得有立法者 legislation的那个政府分支 也就是国会对不对 国会要去有这样的立法者 他们就是那个law giver 然后大家在选出来觉得这些人是知道 knows better 我们去选出来 让他们去regulate我们的behavior regulate我们之间的关系 总是有一个law giver 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虽然说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写进写下来 完完全全只是用文字 我们非常粗俗的简单的文字全部描述出来 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后面我们有良心的存在 我们知道有时候事情错和对 是一种用常识就能大概猜出来 虽然说可能不能够完全能够每一个事情都能决断 但那后面不也是有一个law giver吗 然而叶文杰和伊文斯 首先他们我就觉得编剧非常非常的糟糕 简直是太可笑了 就是说难道人类文明就像你们所描述这么差的话 那可能这个文明真的是你们这些编剧搞得这么差的 我们不是那么差的好吧 我们知道的事情可能比你还稍微多一点 在这个影片里头再跟大家再跳着说一个别的角色 OK这个角色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Will Downey他就是说basically上来他也是牛津五节之一 然后他是喜欢这个jin是吧 喜欢这个从湖北水栽出来的 但是他快死了他得了四期的癌症 他是一个医生 其实没有太多其他的成就 但是是一个教书教 然后很隐忍的一个人 然后他有一个梗 他就后来和他另外这个朋友 Soul Durant 还是谁说的时候 就是说我就觉得说CS Lewis 当年说他跟一个女孩去约会的时候 说我人家说你说了CS Lewis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家之后 那个Christian girl就和你拜拜了是吧 好像是Soul说的 等一下我们再吐槽那个角色 这个当然我不是说恨这个角色或者是讨厌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能够立得住 他这个角色本身还有点厚度 但是呢这个后面的writer啊 就是说改编三体的这个傻货呢 就是说这是他的话 这是他觉得说CS Lewis is a bad writer 我就心想你能编出来这种烂剧 你也好意思吐槽CS Lewis是个bad writer OK 那就是因为你不懂吗 CS Lewis也许不是最好的小说家 但是CS Lewis的写的一些就是关于 关于其实是哲学的哈 比如说写爱的这些东西 那个逻辑之严谨和说服力之强大 某一些部分我觉得非常的emotionally powerful 就是说他情感上对我来说其实很大的冲击 然后我也不觉得CS Lewis是一个真正写小说很差的人 他也许不是那种就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那种草双灰线的人 他可能有一点点直接 但是他写的那些东西孩子真的爱看 纳尼亚传奇孩子真的能够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OK 刚才说到这我们就继续吐吐槽扫罗杜兰特吧 这角色纯粹是工具人啊 首先这演员也挺让人讨厌的 就是我真的不觉得这些演员他是比较差的一个 这个又是一个比较差的什么Augie Salazar 这个女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满口爆粗 这个剧里头可能就是为了能够迎合这种年轻人比较浅薄 比较爱嘴上放口炮的这种文化了 一句一个fucking一个一个fuck 然后使劲使劲喝酒是吧 使劲使劲抽烟 就是牛津五节你感觉就是一帮废柴 然后每一个人emotional 然后就情绪都极度的不稳定对吧 然后一说话就像这个进也是一说起来自己做的事 然后和自己男朋友有一集 他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他男朋友在做什么 后来他男朋友回来意思是说咱们现在关系不太好 然后当时进在忙着要把他的朋友Will的脑子送上轨道去见三体人去 然后他Raj是想说我们的关系不怎么好了 你然后进了就沉迷在自己的压力底下 就不停的一直说他自己的工作 编剧希望通过这样来去表达这个事情 对进的这种压力以及其实进在某种心中 可能又觉得说对Will的这种爱意没有办法回馈的一种愧疚 哎呀可是就是特别没有说服力 我就不想特别一一的特别仔细的吐槽了 然后这个Clarence这个人就是演着一个等于说配合韦德 去去搞这个和三体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的人啊 然后他其实我觉得编剧给了他比较多的屏幕时间 也试图让他变得说让观众觉得很喜欢 然而呢呃变来变去你感觉他也没有太多的成长 那这个角色韦德其实也挺招人喜欢的 因为他是所谓的一根筋的那种角色 他就是我就是要跟这个三体人干到底 然后执行力特强 然后特别坏就是强人的那种strong man的角色 我相信很多很多观众还觉得说至少他的动机很多东西我比较理解 然后他话不多人狠话不多嘛对不对 ok那这两个演员都是从这个叫什么权利权油里头出来的 game of throne里头出来的 呃这个这个这个叫泡泡的家伙不就是那个当时呃叫什么啊 啊张斯诺是吧张斯诺的那个小根巴 就是研究那个各种forklord的那家伙 所以这个剧集背后有很多的都是全油的这种主创啊 然后甚至估计制片队伍资金可能都是差不多一帮人 所以看看全油最后一季烂到什么程度啊 史上最烂的烂尾啊那简直是荒诞到就是说你们连一点脸都不要啊 最后一季就那样去给给大家丢出来实在是太羞耻了吧 哎没有你看但是人家钱赚到了啊对吧 即使是说在这些其实在人家看起来不值钱的这些文艺青年群体里头 虽然你们爱说啥说啥反正我们老子们把钱赚了就行了 但是就这样的人这帮人就居然还可以有声誉去拿到这样的更多的钱啊 或者是资本去玩这样的游戏 我估计这个剧集我感觉真的是集合了我诸多不喜欢的元素啊 就像影片里头这个玩游戏的那些设计本身 就让我又想起了妈的多重宇宙的很多的这种东西 就比如说啊可以吐槽吐槽这个小女生啊 这在这个在那个带上那个好像和尿布壳 这反过来一样金光闪闪的硬尿布壳之后就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对吧 然后这熊孩子每次就是说其实用一个情感勒索的方式去告诉这个劲是吧 就是说呀你又失败了呀你看看你怎么不救我呀怎么样 这熊孩子当然说首先三体人明显知道怎么去运用情感情绪去勒索别人 然而这家伙居然和这个呃伊文斯在对话的时候呢 伊文斯天天主啊主啊然后就说我我我给你讲讲人类的这些事情哈 教教你啊让回来让你过来去更好的去跟我们一起去帮助我们啊 居然讲一些童话故事呢就被这个这个三体上主就就激怒了哈 说你们这不是撒谎吗这个小大灰狼为什么要坐在小红帽的家里头 伴狼外婆呃这些事情呢就就突然之间三体人说你们是爱说话 谎的人是吧然后你们是如此的危险我们没有办法跟你共存 所以就是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后果 可是您三体人在这样的一个虚拟游戏里头 你明明知道你是怎么样运用故事来去和人类交流的呀 这个东西不能自洽的呀在这个编剧上 啊合着就是说三体人的这个文明 他们根本连基本演变连这个精神文明还没有只有物质文明是吧 只有科技是吧就是说你们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故事是吧 你不知道什么是预言你不知道什么叫metaphor吗 就这么蠢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哈 你人类居然还害怕他400过年过来还还能够把你控制了 我跟你说这个人类不是这样过的哈 人类从来不是说只是说靠科技就是能够就就能够长出来文明的 不是的我觉得文明首先它底层是故事哈 底层是说关于我们对自己对世界真相的一种认知 这种软的东西才你在这些软的东西上基本上达成共识之后 因为这个事情是更为复杂的事 这个事情更难以被语言和这个数学化学定律去描述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一个更高级的事情只有说这个高级的事情解决之后 它的土壤上才会萌生科学这样的想法 才会萌生在科学之上应用科学的一个东西 然而最终人类会不会在这个科学科技领域上去自己伤害自己呢 我告诉你巴别塔的故事其实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人当然是可以在科技上不断的去建筑 建筑到一定程度 然后其实为什么上帝说我们要让他停下来 否则的话他们就和我们一样 他们说这是圣经里头记的话 但这个一样的意思不是说他就可以 人就可以通过科技成为上帝本身 而是说他具有了上帝般的一定的power 但是同时又缺乏上帝本相里头 那个属于爱和牺牲的一面 所以你最终其实被你自己的嫉妒和仇恨所毁灭的时候 这就是你毁灭自己的东西 巴别塔就是你一定说继续往下造就是自我毁灭 上帝是出于怜悯的一个本意 然后说OK 那我们就先让他们把语言变了之后 让他们不能够继续把这个继续往上造 科技 人类的科技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轨迹 未来的科技也会是这样的轨迹 我就先大胆的狂言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AI也是一样 首先现在的AI确实还是非常的 我觉得即使是那个什么sour什么的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说说那个事情 我的看法 我不认为那个东西非常有革命性 我不认为那个东西可以代替我们人讲故事 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有一天人说我就是希望我用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自己已经有一个故事 然后我用AI就可以帮助我拍我自己的电影 那你真的是就傻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你认为就是说我们人是不需要交流的 我们人是没有social的nature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个故事就能够娱乐自己 我只需要看到我这个想法呈现的一个表象就够了 这是多么愚昧的一种想法 你知道吗 我们看的所有的这些bling bling的这些世界 都是让我们其实反过来想那些最更复杂 更看不见的东西 而最让人满足的东西都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怎么会想到 就是说我们自己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 能够深深的满足我们自己的想法 本身这个想法就是特别愚昧极端愚昧的 ok这熊孩子 我就说说回来 就说三体人在至少在这个改变的版本里头 就是说不自洽 他们首先不明白故事 这就不可能成为一种高等的生物 如果说你连故事都不明白 你就说明你没有意义感 你没有意义感 你怎么去orientate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每一天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其实你没有目标 然后居然人类在这样的一个设定里头 人居然可以有理性去考虑400年以后的事情 人类可以为自己的后代觉得说有一天他们来了之后去付出那样的努力 我告诉你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是每一天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而生活的 你们在座的谁仔细问一问 你们真的是为自己的后代的三四代之后在考虑事情 我觉得首先你也太自大了 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就是太自大了 觉得说我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影响后面那么长久的事情 我告诉你我们其实应该非常去谦卑的认识到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影响力其实都是有限的 我们能给他们传承的东西呢 其实说到底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价值而已价值而已 然后你觉得说我要设计他的人生路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的孩子的悲剧的开始 有多少个家庭其实是被毁于这样的一个父母的强权之上 就是觉得说因为我I know better 所以我就可以帮你去决定你去过怎样的人生 而没有想到就是说人生本来的这个意义是需要人的个体自己去去参透去寻找的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就是在为了证明那些我们所相信存在的 然后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上帝的道的一个证明 然后这个过程本身是那个证明这个难题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过程 甚至本身就是答案你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three body problem 那是一个三体问题 而我们自己本身面临的是一体问题 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一个one life 就是这样的一个有限的事件 你要去用自己其实要证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人生到底意义在哪里 这是我们的一体问题 那我同时觉得我刚才不是吐槽说 这东西有点像周楚楚三害对吧 叶文杰的死也是非常非常自己作自己作 然后你其实真的是害人精一个 然后散布了一些没有必要的恐慌 然后呢自己又知道自己所信奉的东西 也不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觉得在这个三体的这个和人的交流的过程中 感受到一点点三体的人对的爱啊 甚至说在这个电影里头 电视剧里头 我没有感觉到这里头有任何的爱 那真的是看的有时候就是挺挺位如脚落的一种感受 你说这个索尔哈 这个角色到底是个多么可笑呢 就是说他天天出轨对吧 各种一夜情 然后呢 Auggy还特别特别喜欢他 也不是喜欢他 反正他俩是在一起的 他俩又是情侣 然后Auggy这个人演的实在是太差了 我觉得真的这个演员实在是选的也不好 然后他的那个 我就不吐槽这个其他的 我就说Soul Soul跑到联合国 真可笑 联合国也出来 我想联合国能够解决什么鸟问题式的话 联合国真的解决过真实的问题吗 我觉得挺有限的 真正你说哪个战争开打之前说 我们先联合国决议一下在谁谁才能开战吗 门都没有啊 真正在具体的利害关系上的时候 大家真的是只顾自扫门前雪奇管他人瓦上霜 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啊 咱们看看这个谁的小弟多的一个秀秀肌肉的一个秀场罢了啊 然后是一个混乱的没有规则的 甚至那个议题本身很多的时候也也真实是假的 而且说不清楚的一个事啊 然后这电影里头居然就是搞了很多和现实好像还有一点点关系的 就是很丢人了 就是说西方的这种堕落很丢人的时候说你呢又缺乏勇气 真正那些狠角色呢你一个都不敢惹 然后呢自己内部呢好像宣扬了你自己好像特别有有自己的这种 leadership 你好像你的那些世界领袖就就好像真的是拯救世界的于水火当中 你像出现这个Joe Biden啊 拜登总统和这个英国首相那个 在一起不知道从哪个新闻片找个片段好像在谈论这个事呢 然后联合国的这个总秘书长也是一个黑人的女性对吧 然后尊尊教导和这个少尔啊和这个扫罗本身还在那说 哎呀你要当我们的这个面壁者啊 WARFACER 然后也不跟他商量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先把你请到一个神秘地方也不是告你干什么 然后突然之间当着大家宣布就说你和这个什么将军和这个专家一样啊 成为我们的这个面壁者了 哎呀说的好像就是说 即使联合国这帮人很怂吧 你也不能说这些人连一个开会的一个基本的要setup都不知道啊 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你到底是想模拟现实呢 还是想让人觉得这是个超现实呢 以至于这个不仅说三体是超现实的 你营造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超现实 这个这个剧真的节奏太糟糕了哈 啊 by the way 也说说这个配乐 因为为什么要说这配乐呢 因为我见过这配乐这个人我采访过他啊 我采访过他啊 当时是中国的一个一个顶级的时尚杂志 约我让我去这个环球片场去采访 叫什么贾瓦仪什么 他应该是个伊朗裔的 然后跑到奥地利学的音乐 然后后来来的美国 然后一开始和Hans Zimmer在一起 后来可能自己觉得翅膀硬了吧 然后呃就配主要是全力的游戏是他配的嘛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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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就是他配的他那个一战成名 因为那个剧本身非常其实也是运气好了 那可是这么多年 我记得我在影片里头讲哪个电影的时候 我还说哎呀我还挺期待能看到这个Raj加瓦的这个新的作品 希望他能够成功 但是很显然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啊 就是感觉Hans Zimmer就是一个配霸啊 他就是一个配乐霸 霸学霸嘛 学霸什么各种霸啊 他他肯定也是一霸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顶尖的人呢 就是说忙死啊 大家所有人都想说哎呀我们都花了这么多钱了 肯定要请最好的呀 然后Hans Zimmer就故意帮人帮他做 然后他自己看一下 然后数上名 就和博士博士生导师一样嘛 对吧 都不是你们活都是你们干的 但是鼠名呢还是得导师来签名嘛 这个学术界学霸和这个配霸一回事啊 所以老阿姨可能也最终还是留在了电视剧的这个这个里头 但是这个配乐实在是太满了 因为剧情太boring了 太无聊了太多假剧情了 他想让观众就是感觉 哎呀你该紧张了 哎哎 请问你怎么还不紧张呢 赶紧给我配乐啊 配乐 哎让他们紧张紧张 我跟你说 对我这种这么大年龄 看过这么多东西的人来说 哎呀我怎么可能紧张的起来了 你这个音乐即使是再怎么样 他不他没有那个substance 他没有内容 你让人紧张啥呀 太多太多费气啊 然后他更多的时候想给你一种高大上 就像这个Netflix给你做这么一个界面 就是我就是高大商啊 我这东西包装多好啊 你看看这个多酷啊 你看大家注意到没有 偶尔还闪一下 对不对 我多三体啊 我这个东西给你营造 你你这都这东西你不信吗 你我自己告诉你 你的电脑现在就被三体这个影响呢 你这眼前的直接应该冒出数字来了 对吧 各种障眼法 就是为了特效而特效啊 为了去表明这个东西 你看我能够进入联合国 你看我给你拍的这个实验室了 就而那的 进入游戏的虚拟世界了 可是你这个后面 你到底谈到什么 关于我们人的内心真相和世界的真相了 没有啊 你只是一个对于科学定律的一种想象 那本来科学的宝贵在于说 我们知道那些规律存在 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它描述它 对不对 我们要用了解这个客观世界的规律 而是因为规律已经在那了 是因为我们其实通过了解这个规律呢 了解那个后面的创造者 然后让我们觉得哇 这个事情太了不起的 amazing啊 伟大啊 这个事情让我们肃然起敬 那种敬和这里头的害怕 完全不是两回事啊 我们当我们说这个all的时候 大家说awesome啊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酷 以至于让我们心里头有一种敬畏之情 大家记住即使汉语 我们也知道是敬畏之情啊 这后面有个情啊 如果只是一个单单的害怕 你就是说呀我害怕他打我哎 这东西和情就没关系了 他只是一种刑罚之下的一种恐惧 那你不能说一个独裁的政权本身是带着爱去统治的吧 他就是为了让你害怕 为了让你能够听话吗 那个东西怎么能够叫情呢 在三体人这个叶文杰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灾难 你无非就是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骑在你头上拉屎的一个存在吗 对不对 无论这存在是不是 我真的是说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个背后原著到底是怎么写的 只是我就是说人追求知识啊 实际上是一个既是高尚的同时也不要太在意这个事啊 你觉得如果能够追求通过追求知识而获得真相抵达彼岸的话 或者说能够让你自己生命能够得成长的话 大概率是不能的啊 知识不是力量 其实知识只是说有时候你被自己蒙蔽 你觉得说我可以因为自己知道的更多 显得比别人更聪明 所以我就应该骑在别人头上拉屎啊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学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那你和其实就是说活了半天最多也就是个三体人的下场吗 对吧 但是那个东西真的让你羡慕吗 我是觉得圣经里头讲的是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战 我们当我们讲到知识和智慧的时候 这是两个事情啊 智慧是那个怎么能够让你去真正像刚才他这个这个界面 刚才要进入这样是一个complete guide 就是一个guide 是一个给你一个基本的指引 就是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研究这些事情 甚至知道这些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如果不是为了去寻求上帝本身的话 你知道不知道又怎样的 反正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不是你能够创造 你就无非就是知道了吗 然后你知道了就是说造巴别塔 然后最后想毁灭自己吗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 所以这些首先这些我相信在生活中的这些物理学家 比这电影电视剧里头的肯定要深刻太多了 肯定要立体的更多可爱更多了 这些人就是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生活过的哈 他们的行为模式就不太可能让他们取得那样的一个成就啊 嗯 然后这个suffer suffer 就是说在这个三体 然后通过他们的所谓的黑科技 能够跟人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女士啊 你不是不懂怎么去用比喻和故事吗 你怎么就能够想到就是说 我们把你们的形象说 人类你最好不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用这样你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跟你们交流 哎您这不是也是一种按你的定义的一种撒谎吗 对吧 你怎么就会突然觉得说哎呦 你们撒谎你们太危险了 连撒谎的定义都不知道 就是连真相的定义都不知道 这个电视这个整个搞了个什么东西吗 就是基本的还是底层那些世界观是混乱的啊 我觉得非常的混乱 然后这个杀手这个女的 他是他他踢呢 哎呀这这这角色真是单薄到就和纸一样啊 然后最后叶文杰是死于他手指上 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中国去杀他呢 就是说或者是帮助他完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在地上的任务吗 叶文杰过了一个虚空的一生 然后啊这个小小红卫兵啊 那就更别说那都是旁之末节 有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subplot啊 就是一些情节对于整个的故事 我觉得毫无意义的东西 他还是能够继续往前走 然后叶文杰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让我觉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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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心的一段 就是说关于爱因斯坦的一个笑话 那个这个在这个叶文杰最后突然打电话 给那个给那个扫尔扫尔 就给那个黑人学霸 然后说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但是我有话跟你说 那那那台词本身就写的可傻了 就是说那那为什么对方就决定见他呢 也不知道 然后最后两个人在墓地一见呢 其实也没说啥 那东西你隔着电话你也能说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见他说呢 我也不明白 然后说了半天说 我两个人坐在墓地的长椅上聊天 叶文杰就说说那个呃 我给你讲个笑话 这个爱因斯坦呢 然后后来就去了天堂了 然后他去天堂呢 他因为天堂很boring啊 然后就没事干嘛 天堂好无聊啊 他就拿着小提琴 然后就说我现在可以终于有时间去练练琴了 发明一些音乐 结果天使过来 就说你可不要练在这拉 你在这拉的话 上帝就不高兴了 因为上帝是一个吹萨克斯风的 然后那个爱因斯坦就说啊 我就那个到时候我可以和他一起一起演奏啊 I can play with him 我可以和这是个文字游戏了 我可以玩他或者就是和他一起玩 或者玩弄他 这在英语都是可以是play with him 然后他就继续练 然后过来一会儿 然后上帝后来听见过来一脚踹到他的蛋蛋上 然后提了个稀烂 然后爱因斯坦 然后就很痛苦 然后那个天使过来就说我跟你说了 说那个上帝不喜欢别人play with him 然后就他是一个dead pan 就是说毫无表情的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扫尔也没有什么表情 然后叶文杰还在他解释 说每个人幽默感不一样 然后幽默有时候是很私人的东西啊 哇塞你就写的这个烂东西啊 是这本身你这个dead pan的这个这个bloody joke is a joke totally a joke 首先我是觉得说所有关于上帝的笑话都特别傻的原因 在于说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是某种程度 是你能够理解和觉得是真实的 它至少和真实是存在相当多的一个联系 和我们内心那些阴暗的心理是有关系的 然后这是不方便的事情 被这样的一种东西说出来之后释放了 然后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它一定和真实是有关系的 然而你知道上帝什么事啊 你好意思就是说是天堂很无聊 上帝是个专门踹人淡淡的 就是说整个那个建构那个笑话 那些东西都是一个不存在的你自己的一个assertion 就是因为老娘这么说了 老娘就是要让你强行的去给你一个你很难相信的东西 让你在这个基础上还想笑 这就是一个暴君的笑话 你知道吗 叶文杰真是说是故意是说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土上 才能诞生出来这样的monster吗 就是说这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恶毒的想象 我不是说没有一定的历史缘故或者说文化的缘故 但是就是不对啊 我就知道即使是说我们有一些文化上的毛病 不是这样呈现出来的 OK 我也不觉得叶文杰是在那样的一个经历之下 后来还能够取得那样的一个学术上的成就 还能够有那样去发动一个社会运动的能力 说的好像清华教授整整整个就是一个三体人似的是吧 没有那么夸张吧 哎呀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些人物 差不多该吐槽的也都吐槽了 我还甚至觉得挺遗憾的 这个电影里头居然用到了我所所最喜欢的冰雪豹的最著名的一个东西 很显然这些编剧居然是说看过冰雪豹 但是他们能看到冰雪豹里头最好玩的事情 他们就用在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烂的一个编剧里头 只是那个wood chipper 就是那个碎石碎木头的机器 也就是那个叫什么grimsthread 然后就是把他那个我现在都忘记那两个坏贼的名字了 就把他那同伴就是用斧子砍死之后放在碎木机里头 然后喷得满地那个的血雾出来之后对吧 在这个剧里头也是啊就是这个will downing和这个少尔还在那说了 说等我死了之后啊你就给我找一个碎木机 你也把我给摁进去啊让我的血能够喷出来血雾 这绝对是从冰雪豹来的 我是自己亲手摸过那个拍电影里头的那个wood chipper的哈 在b站的这个我的动动态的我我我分享过一些我去那边的一个日记嘛 我图文的这种游击 那个可恩兄弟当时拍的那个wood chipper碎木机就是那个啊 我摸过这个但是我我是说fargo的伟大难道就只是因为那个wood chipper吗 就是只是因为那个东西很新鲜 你看你从来没看过啊这个挺恶搞的挺血腥的你就记住这么一个东西对吧 这就是这个编剧所能够我觉得这代表了他们的水平 就是说这就是他们认为的fargo为什么那么酷的原因 就像很多人觉得fargo酷可能就是因为fucking啊各种各样的好像坏啊各种各样的邪恶啊 我然后说低俗小说也是啊就是因为很坏啊 没有啊仔细看看我的频道里对这些电影的解释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酷 酷永远都和真善没有关系啊不用想着说你这个邪屁可以让你觉得很酷 你因为就是因为你很坏你很邪恶就很酷吗不是啊 那些大反派的酷也是因为他是被他大部分的真相是对的只是他走偏了一点点啊他只是走偏了一点点他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 那个偏执的想法一定是跟他其实丧失了爱和牺牲的这个属性有关系他就偏离了他这个原来其实都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monster人也是哈你不管你有多大的知识不管你有多好的才能 你没有爱你就是一个人渣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保罗讲的说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很厉害很会讲到很会能够说各种各样的方言 所谓对传福音有特别好的一种本身的能力但是保罗说什么如果没有爱的话他就是如想的差什么明的拔一样就是和那个光光和罗一样你知道因为你没有意义感因为你没有serve那个最高级的东西是那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不是什么三体这种很有能力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低阶的偶像那只是比你就是这个人稍微从 聪明一点的存在而已聪明又怎样了对不对你还会在这个世界上见到一个比你智商高50%100%的人然后你就把他当神去拜吗你就天天跟他说oh my lord 你神经病对不对那不就是蠢吗那不就是愚昧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说一亿以贯之的话一句话可以总结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差是邪恶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们生活中其实我们对上帝的想象经常是非常狭隘非常可笑的你觉得说你上帝这那的有各种各样的自己觉得说你如果我上帝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是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最终到底邪恶限制了你对上帝的想象力今天就分享到这再见